之前在找我打工的時候 可能會有出現那種斷照 打字多少錢就可以賺多少 這種看起來就很奇怪 她是上班族葉小姐 標準的Z世代 求職之路隨時可能掉進 詐騙前進 Z世代就是她們標榜 就是簡單 輕鬆 然後很快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打開社群求職網 管齊 高時新 縣領 再套上個遠端代價工作 這是Z世代最喜歡的關鍵字 但小新 圈套可能就在這裡 請我去林貴幫他匯訂金 給咖啡機廠商 我有訪問老闆為什麼 不是用公司護房 用我的個人護匯 老闆表示他要結稅 應徵行政助理 薪資帳戶卻被老闆拿來轉帳使用 陸續匯款匯出14次 總共3000萬 因此被銀行列為警示帳戶 連帶自己變成詐騙共犯 還得要打官司 證明自己是清白 小姐不曾想過 好端端的求職之路 會變成地獄般的痛苦 來 好久了 坐下 警方扣門抓人 因為這位陳姓主席 將花蓮北上求職的夫妻檔 關在旅館內 為的就是他們的人頭帳戶 警方強調 通常求職網路社團的話術 都是高薪 無需工作經驗 彈性攻時 但最終目的 其實是要把銀行帳戶騙到手 一切就好辦事 雇主 詐騙的話 通常都必不見面 永遠都是在遠端遙控 這個是家庭代工 或是打打文字 假求職的群組 裡面有很多好幾人 五六十人 其實這都是詐騙機的暗裝 就營造很踴躍的樣子 根據刑事局統計 台灣真的淪為詐騙之島嗎 各式各樣的詐騙 光是在上半年 就多達一萬五千件 其中求職詐騙 佔了835件 這當中20到29歲的青年 就佔了超過四成 而且金額非常的高 那麼多半 都是以騙取人頭帳戶 作為共犯 他可能會在你面試之前 就要求你先提供身分證件 或者是銀行帳戶 卡號等等 同時他還會巧利各種名物 想來從你的身上榨取金錢 比如說他會要求你 先付錢 可能叫工作服的費用 或者是入職的保證金 證件的押金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求職的手續費等等 所以他會各種名物 希望從你身上 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錢 專家提醒 對真台公司要多查 多問 多垂擬 別被高薪 輕鬆工作自演騙了 簽約錢看仔細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利誘感偏強 都要提高警覺 隨便